近日,电影奇遇夜星光璀璨,刘浩存,纳然等明星西树登场 然而,周一的冷漠态度却意外成为焦点 面对央视的镜头,他面无表情 此举迅速引起热议 尽管其粉丝竭力辩护,诚实误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央视电影频道工作人员明显表明身份 他们的服饰和卖上度印有官方logo,力求避免误解 其他明星都亲切回应 唯独周一冷漠一对 即便不知这是央视,对普通媒体也不应如此冷淡 粉丝的辩解和网友的发现更是此事扑朔迷离 此身媒体人指出,大型活动中四生难以进入 周一的行为并非偶然 网友对比他与其他人的态度 发现他对待老板笑脸相迎 对普通工作人员则态度冷淡 这种双重标准令人费解 尽管周一尚未回应 但公众人物的形象和态度至关重要 他的沉默并不能掩盖问题 只有真诚待人,才能在娱乐圈长久立足 希望他能深刻反思吧 为此,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